台海网7月3日去,据厦门广电网报道,这两年,网红店刷遍了不少人的朋友圈,为了一杯饮料或是一块蛋糕,不少消费者甚至愿意排上几个小时的队,但是这些网红店在赢得人气的同时,能不能保证自己的食品安全了? 近日,事实安办就组织了专项执法检查,初级抽查,我是多家网红食品店,位于豆溪路上的这家牛肉火锅店,就是不少人熟悉的网红店,只要到了用餐时间,门口经常排着长队,到店后,执法人员首先来到火锅店的后厨,检查火锅汤底的制作环境和卫生情况,执法人员这个标志,因为你这个可能有经过初步加工的,要标清楚一点, 为了避免混淆什么时候加工的,除了火锅汤底,店里主打的牛肉是否安全,也是消费者们关心的问题,现场,执法人员就抽减了部分牛肉样品,抽减人员,我们今天抽减三个样品,一个是火锅底料,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辣的汤,然后一个熟肉的肉,还有一个就是牛肉丸,我们会验重金属,像火锅底料我们会验硬素科,这些都是群众关心的,夏季里, 甜品和饮料深受消费者的欢迎,在西滴的这家咖啡店里,根据消费者的喜好,执法人员选择了两样销量较高的蛋糕和一款自制饮料,并将对这些食品的添加剂,微生物等指标进行检测,另外,在表花间里,执法人员还发现了一些问题, 勋当市场监督,管理所成全,一个是温度计,尽量我们会要求它配一个温度计在房间里面,因为有时候避免空调的温度,跟实际的温度是有出入的,我们也好随时核对,第二个就是一次性手套的运用,还要更加规范,记者从事实案段了解到,此次的专项执法检查, 覆盖了,我是十多家网红食品店,抽检的食品包括饮料,糕点,小龙虾等,共80批次,预计抽检结果将在半个月后公布,消费者可以通过实安厦门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。